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导 6月5号教育部体育署召开记者会 宣布108年度体育推手奖正式起跑 即日期受理各界推荐 台电自104年起连续三年包办赞助类金职奖 赞助类长期赞助奖 以及推展类金职奖等三项大奖 记者会当天受邀出席 由李洪洲副总经理代表上台进行经验分享 Lami Girls带来热舞表演 火力四胜 体育署108年度体育推手奖6月5号 正式开始受理报名 体育推手奖从98年起举办 表扬长年奉献支持体育界的民间企业 团体或个人 感谢他们为推展体育事业的付出 今天感谢我们企业界长期的一个赞助 跟各位发告 推手奖已经进入到11年了 但是我们企业界的一个代表 赞助体育活动不止11年 我们以我们台电来讲 六支球队35年 75年 73年了 哇真的不简单 感谢感谢 台电算尽企业社会责任 投入体育公益的努力 有目共睹 104年起连续三年 报办体育推手奖赞助类金职奖 赞助类长期赞助奖 及推展类金职奖三项大奖 起跑记者会所谓出席 由李副总经理代表进行经验分享 我们是以为我们最务实的方式 也就是我们招度球员进入台电 当成变成我们正式员工之后 让所有这些球员没有后部之一 可以全力的在球场上去充斥 来提升他的球技和赞 需要有什么 然后台电公司应都第一时间 帮我们争取到有什么像场地 会做很好的规划 跟之后我们宿舍会做重建 为了都是要让选手有更好的环境 然后去做训练 然后得到更好的成绩 深耕体育超过73年 台电未来将朝两个方向持续努力 向上提升运动水准 发掘优秀运动员才 向下扎根基层体育 举办关怀列车 暑期球类营队 地区系球赛等活动 继续为台湾体坛尽一份心力 台电公司台北报导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